书接上回 不知道是哪一位 在老方丈心湖的方丈市门口 贴了个字条 上面写着一首诗 大概的内容 也就是让心湖方丈退位 说住吃难住吃 那意思 你当方丈已经当不了了 还是让闲吧 这老方丈心湖 他就真想让钱了 把新资本的几个高僧 都找到自己的禅堂内 大家合计合计 看看哪一位 堪为方丈 这些人一听都推托呀 说除了师兄名 谁有这个德 谁有这个才呀 他们正在合计着呢 门帘子一挑 这白小生 白先生进来了 是拍攏大笑 哈哈哈哈 哎 古有姚舜缠让 现在 大师也要效法古人 却是美德呀 那么各位也就不要推让了 选出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人 作为方丈 是也未尝不可 新湖一听是连连点头 百先生 所言甚是 可是虽然新湖 一意让闲 这位智者 白小生 也随声符合 不过 这些新自备的师弟们 还是指引不允 除了方丈师兄名 谁当方丈啊 也不行 一直议论到赏武 也没有个头绪 最后白小生又乐了 我有个主意啊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大家一听什么主意呢 怎么办 大家呀 是准备纸笔 写上自己心目当中 最佩服的人 这样一来啊 以这种形式 推选出来 方丈之人 大家看看怎么样 哎呀 周学生你看过 我看你 哦 这是投票选举啊 哎 这还挺公道的 嗯 还没等别人表态 新湖先说了 就这么办 白小生主持 选举方丈的事 他呀 准备了一些白纸 都撕成小方块 然后把笔墨 全都准备好 摆在各位的面前 这些人瞧着纸 看着笔 双眉紧皱 直作牙花子 哎呀 你说我 可写谁呢 我写他 写这个 写那个 写谁啊 也不如写我们现在的方丈 这些人把眼光 又落到新湖的身上了 新湖就明白了 各位士兵 为兄 有一言嘱咐 无论你们写谁 哪管就是写你们自己 也绝不允许写我 好了 看来 你们一事件难以决定 都各自回到屋中 好好琢磨 今天黄昏前 我要把你们写的名字收上来 好了 你们走吧 这些人呢 全都退到各自的屋中去了 一直到黄昏时 白小生 告诉小和尚们 啊 去 把各位高僧们全都请到老方丈的这个屋中 啊 越快越好 这小和尚分头一通知 这些和尚们呢 全来了 手里边啊 都憋着一张纸 看样啊 下了决心 都选出来 合适的人了 不过 这属于不记名投票 所以说呀 这写了谁的名可都捂着呢 新胡冲白小生使了个眼色 白小生从他们的手中 把这纸张都接过来了 然后 拆合到一起 谁写的 这就分辨不清楚了 往前边的桌上一放 新胡点了点头 白先生 那么请你 打开纸 宣布一下 只要大家 以多数赞同的人 变为方丈 是 所有的人 这眼睛都盯着白小生 就见白小生 安然自若呀 显得很潇洒 把这一张一张的纸都打开 可是等他也看完了 哎呀 原来如此 可以说白小生是见过世面的人 可是今天 他把这些票都看完了以后 多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心就向开一沉 那说是怎么回事呢 他一瞧啊 所有这些票 都是白票 没有一张票上 写着谁的法号 书中交代 这新资本的几位高僧 大多数 都不愿意让老方丈 新胡师兄退位 可是新胡又说了 无论写谁 都不允许写他 因此 这些和尚都为难了 是琢磨来琢磨去 哎 干脆 谁也不写 就这么呢 交了白票了 那么新建和尚 他本来想写自己 哎 可是他 之前想后 罢了 我别写我 我要是写我 万一引起 方丈新胡的一会 或者别的和尚 对我的看法不好 我犯不上啊 就这样 他也交了白票 白小生 是从头看到完呢 他瞧来瞧去 双眉微微一皱 这说别人都看着他呢 就见了白小生 咳嗽上了 可能是上了一口弹 他往下一浮身 就在他往下一浮身 好笑吐痰的时候 他在自己的袖口里边 刷啦 就抽出了一张纸 这张纸的大小 颜色 和写票的这个纸是一模一样 他抽出来了 刷啦 就混到这个票里边去了 然后把一张白票的纸 就捅到自己的袖口里边去了 掉了个磕 你说屋里边这些人 都什么人物啊 那眼睛都特别的好事 可是谁也没防备白小生 摆这么一手 谁都没看着 就见白小生咳嗽完了 他宣布 各位 你们这投票啊 确实是出奇的很啊 我过去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不过结果和你们这个大不相同 这些和尚一听 他到底怎么样啊 心胡说你就念票吧 好 我念票啊 我念票 他随手拿起了一张 看看啊 这是白票 不知道是谁投的白票 一个字没写 方方边 又拿起一张 看不看着 这张也是白票 还有这张 这张 这张 最后拿起了一张 老方长 唯有这张纸上写上了一个人的法号 那就是心 剑 说的 他双手绑着 就递给了心胡 这甭说了 白小生从修子里边拿出那张纸 上边的名 那就是心剑了 那么说白小生 为什么来这一套 他写上心剑的名 看来他和心剑 是有一些勾连 不过 这也是个秘密 别的人可不清楚啊 心胡 把这张纸接过来 然后瞧瞧 其他几个师弟 唯兄宣布 从即日起 少林寺的方丈 就是心剑 心剑赶紧站起来 一攻到地 哎呀 师兄啊 小弟我 是半路出家 来到少林寺 不过十几年 我无德无才 如果让我升任少林掌门 岂不是对我妙的玷污啊 哎呀 老人家 无论怎么着 你让谁当坊着 我都不能当 实在选不出来 那么你老人家 就唯一吃一食 也为何不可呀 师弟 既然 其他的票都是白票 唯有这张票上 是你 那么你就不要推妥了 这也是我佛之意嘛 好 斋戒三日 你看少林寺要换个方丈 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那得斋戒 得向佛爷 禀炮这件事情 简短接说 一会儿三天过去 新湖大师 是果然退位 他准备 离开这方丈室 要到达摩洞 隐居去 这个达摩洞啊 得顺着少师山 还往上走 不在这少林寺庙里边 老和尚准备 在达摩洞里边 练练内疾功 啊 在修修佛学 也是其乐无穷啊 那么把自己这方丈师 就准备让给新建 新湖大师 他正在想着这一切事情 忽然有人敲门 当当当 嗯 请进 门推开帘子一挑 见进来的是南少林的女方丈 新智高僧 啊 师弟 你有什么事吗 就见新智 新事重重 眉头为咒上千事里 师兄 我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 与您当讲不当讲 这三天来 我是思前想后 还是觉着 应该和您说一说 哦 师弟请坐 请讲 师兄 您看得起我 在您北少林选方丈的时候 也让我这南少林方丈参加 那么 百先生 他发给我们这些僧人们 一人一个字条 我回到我临时住的禅堂 翻来覆去 难以决断 不知 写谁的法号 为事 本来 我只是对师兄您 颇未了解 我认为 除了您之外 没有人 堪为方丈 可是您说了 选谁 不准选您 我就想啊 是选 新建师弟 还是 新竹 新灯 新谱呢 想了许久 最后 我认为 我不了解 他们这些人 我只能交了白票 可是因为我拿着笔 老在这张纸上笔画 就有一滴墨 滴到纸上了 我赶紧 用棉花 把这纸啊 粘了一下 可是虽然把墨 细起了一些 这张纸 已经被墨迹染了 可是那也没办法了 我就把它一叠 然后到您方丈师 看着别人都交给白先生 字条的时候 我把这张纸也就交给白先生 可是在白先生宣读 到底谁写什么名字 谁是方丈的时候 我瞧着这几张纸 已经没有我那张戴墨的纸了 他为什么没了呢 是不是有人把那张纸给换出去了 那么把我那张纸拿走了 换回来的又是什么纸呢 原来这白小圣 也是一时没注意 他用手抽走的那张纸 正是心智和尚 第一末的纸 心智心友遗团 现在向心湖师兄 来合计这个事 心湖愣了许久 阿弥陀佛 心智师弟 你当真没有看着戴墨的那张纸 是这样 心智师弟 看来心剑能为防诈 也是我佛有灵啊 咱们不要多想了 哦 心智瞧瞧老梅 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老师兄 好吧 既然师兄这么讲 我就不多想了 第二天早晨 这心湖和尚都没用别人相送 他就离开了庙宇到达玛洞 可是在庙宇里边 却一阵热闹 好几百僧人都到大殿来带见新方丈 这心剑座的上干 那真是像一尊活佛似的 他一直架上 无光失色 法事做完了 几个心思本的和尚 拥挫着他 到了方丈室落座 白小生就紧跟在他的后面 哎 他到方丈室坐下了 这白小生啊 也是贴着他的边坐下 就好像他一个军事似的 南少林的方丈心智 一看心湖和尚退了位了 他就不想再在北少林呆了 准备告辞回福建南少林 不过这心剑刚当方丈 遮着当当的挺热闹 他还不好意思 马上就告辞 单说 天黑下来 新剑和尚 告诉伙头僧 好好给新湖大师 做几个平日里喜欢吃的菜 然后啊 他自己提个大石盒 亲自给新湖去送他 这时候啊 太阳落下去了 月亮都升上来了 满天的星斗 照着山路 新剑和尚拎着石盒 悠悠然往达摩洞走着 一边走着啊 他一边合计 合计到得意之处 不吃还乐了 哎呀 达摩洞到了 这些达摩洞啊 据传说 是少林派武术的开创者 达摩老祖 在这面壁的地方 有一个说法啊 叫达摩老祖 面壁九年突破壁 也有说呀 是在这面壁十年的 说由于那位老高僧 在这坐的时间长了 您看呢 就洞里边都有个影 这个影啊 都映在那个石壁上了 说这就是千年前 达摩老祖的一个身影 你说达摩老祖 那道法该有多么高吧 现在新弩大师 就坐在达摩洞 一个蒲团上面 这是他在庙里边搬来的 旁边还有一个便床 设施都非常的简单 一个小桌刷的 那白茶都露出来了 外边一有脚步声 心胡问了一句 什么人 师兄 师弟来看您来了 哦 他一看是新剑 赶紧站起来 师弟啊 你心为方丈 妙中事物繁忙 还何必 你亲自到此看望啊 说的话呀 他一拉新剑的手 新剑 把另一只手 低了的这个石壑就放下了 师兄 你看 我留您呢 在庙里边居住 一早一晚 也好 看望您 您那非要到达摩洞 现在呀 我告诉那厨子 给您做了几个菜 您看 可口不可口 说的话 他不适合打开了 有凉的 有热的 热的 还冒着气呢 他赶紧的端在这个小桌上边 师兄 来来来来 您吃点啊 我晚摘也没用的 我呀 陪着您一块吃 师弟 今天看我就看我了 明天不要来了 哎 师兄 这新剑呢 赶紧 把这吃碟筷子都摆好了 他陪着新壶用饭 这老哥两个 时间不大 吃好了 新剑把他盘子碗收拾妥的 他拉过了一个小凳 对着新壶坐着 他上一眼下一眼 看这位老师兄 看着看着 实在紧不住了 这嘴角往上一翘 他乐了 新壶一瞧 师弟 你乐什么 我的师兄啊 我乐 我终于 把想了多少年 这方丈 当成了 这新剑 自从到了少林寺 在这二十来年里 始终对新壶方丈 是毕恭毕敬 可是这句话 他有大不公的意思 这就说明 他刚到少林寺 就心怀伙策 要窃居方丈之位 那么现在脱口而出 把这件事点明了 本来新剑认为 这位老师兄 听了这句话 他一个高蹦起来 惊叉万千 没想到 新壶都显得很平稳 好像这件事啊 在预料当中似的 只是老梅 王岐挑了一挑 嗯 新剑 你说李勋欢 到底是不是梅花道呢 新剑把腰板一拔 我可以告诉你 李勋欢他不是梅花道 那么谁是的 我是 就是你的师弟 新剑 不简单 不简单的 那么我还想请教 在几个月前 我少林寺丢了几本秘籍和经卷 是谁盗走的 我 那么新梅师弟 虽然中了五毒水晶的烈毒 可是并不能马上咽气 是谁又下了毒 把他要死了呢 也是我 嗯 李勋欢和福建大侠孙悦比武 我们看得清楚 李勋欢用力并不重 只是把孙大侠给送出苍经客 可是你往前一接 孙大侠却蹊跷出血 是不是你用力 孙大侠才死的 不错 是我用力 就是我把他镇死的 嗯 那么从塔里边窜出来的人 要行刺我心壶 也是你了 是我 害死谢举人的 也是你 也是我 真是罪过呀 罪过 即使打入十八层地狱 你也死有余辜 喜怒气的浑身发抖 这胡须 都炸得起来 可是心剑 是更加得意 再站起来 用手一指 我的师兄啊 有句话 你忘问了 嗯 什么话 刚才 你吃的这个饭菜里边的毒 是谁下的 啊 饭菜里有毒 可是你不也吃了吗 哈哈哈哈 你年岁大 忘性也大呀 你不记得呢 我在出家前创荡江湖 人送绰号叫七巧书生 乃是使读的大行家 我会用毒 我还不会解毒吗 在来此之前解药早已经吃进去了 就见了心剑 神采飞扬了 他一边说着 他瞧着心湖 就见心湖的脸上变灰了 两眼向上一翻是扑通 摆倒 本节目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 刚才报道的是长篇评书 多情剑客 无情剑 对不起